為了360我們一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冷空氣在南下當中 其實今天的感覺跟昨天相比反差很大 特別是週六跟週日 感覺是夏天到冬天的差別 那週六跟週日的事實上 禮拜天開始就貶險轉為北東濕冷到禮拜一 那預計週一晚上會變成乾冷的天氣 請大家留意可能會有一些輻射冷卻的影響 那週二清晨北部個低溫可能下看10度 10度以下空旺地區 都會地區大概10到11度 請大家注意一下健康 自己的健康還有家人的健康 另外要留意這個 這個健康來說這個溫度不是特別低 但是這跟前一天相比反差真的很大 要留意這個溫差的變化 對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多留意一下 那另外與民朋友也要留意一下寒害 因為這個溫差大對於這個動植物的影響也是蠻大的 另外一個我們來看其實今天來說的話 整個從禮拜天早上7點多的時候 這個冷空氣就開始爆到 北部就轉為多雲偶真雨 到中午的時候前就開始下雨了 那現在冷空氣在禮拜天晚上已經到達南部了 其實這個一步一步進地 這個其實在禮拜五的時候 整個都是吹南風 禮拜五禮拜六吹南風 反差非常大 特別請大家留意一下 南風跟北風的差別 這是對我們的感覺 或是身體健康都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那預計到了這個禮拜一清晨的時候 這禮拜一清晨的時候 這個還是有雲氣還是有水氣 北冬還是比較濕冷冷的感覺 還是冷空氣持續發揮當中 那預計在禮拜一的晚上開始 這個就是預期這個水氣就會明顯稍微減弱一些些 不過這時候要留意兩件事情 一個是輻射冷卻效應 可能到了禮拜二的清晨可能會比較冷 會急速的降溫 我們說的低溫就指的是禮拜二的清晨 那禮拜一呢 變乾冷晚上變乾冷之後也要留意 可能有一些境外污染物會出來 因為境外污染物最害怕的就是水氣 水氣會把這個污染物雨除掉 所以目前來看的話禮拜二 禮拜一晚上到禮拜二是一個關鍵 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禮拜三的時候呢禮拜二清晨的時候就要留意這個低溫 因為這個目前來看的話 都是圍期這樣的一個高壓的一個特性 那接下來呢到禮拜三禮拜四之後 這高壓就開始東移了 那風向呢也改為偏北風到東北風 那這個時候呢就會變得相對的悔溫一些些 這個系統就會開始慢慢東移 所以未來這一陣子呢 其實要注意這個禮拜一晚上到禮拜二的這個低溫 接下來就開始慢慢的往上走了 那要留意這個跟前一陣子跟這一陣子 溫差反差非常大 那接下來會回溫一點點 但是回溫呢就回不到之前那麼熱的一個天氣了 所以請大家要細心準備 到了二月底之前就是比較也不會說很冷啦 你看這個也不會說很冷 但是相對之下 不會說是非常溫暖的一個天氣形態 還是典型二月份的一個溫度 那高壓的情況呢 這次的冷就是受到這個高壓的一個影響 不過預期呢到了這個明後天就會變得乾冷的天氣 那這個高壓呢會滯留大概兩三天 禮拜四禮拜五就慢慢的開始東移 所以我們預測呢禮拜一早上 其實北部呢降雨距離還是比較高 北部跟東半部 你看60到70 請大家還是要帶上雨距 中南部呢相對比較晴朗 另外一個是白天的高溫 北部呢預期是13 4度左右而已 花蓮18度 然後南部來說的話可以到20度左右的一個溫度 中部15到17度 所以這個其實南北是有明顯的溫差 這個大概都要冬天的裝扮 這邊呢其實還要 還是一個秋冬的裝扮 那這個南北至少差一間外套的這個差距 要留意一下這個差別 那清晨的低溫呢要稍微注意一下 晚上的低溫 預計呢這個北部空洋地區的低溫會 拉到9度 那都會地區10度 那中部呢10到11度 南部來說的話14度 這真的是有點冷的感覺 所以請大家留意這一波 週禮拜一晚上到禮拜二的時候 這波的變化 真的是會蠻冷的 請大家注意自己 還有家人年長者的身體健康 以上是今天的威樂360 我們明天見